我们进行课 到上一讲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DNA方面的测序 以及它们的更多应用 就从这些方面的应用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测序这个东西 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科研和生活的方面面的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就进入RNA测序这个方面 因为核酸有DNA和RNA 那么RNA呢 DNA只是说给你 告诉了你这个生物信息 它的储存的这个东西 然后RNA的话呢 是由DNA表达出来的 转录 对吧 转录出来的 那么在DNA不变的情况之下 RNA的测序 就会成为研究各种生物学过程的 很重要的一个递换 那我们之前也是说了 像颅腺癌这样的癌症呢 它的突变是很少的 并且绝大部分的突变也只是说 Passenger的突变 那么这些突变呢 它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它的原因在哪里呢 实际上也都是在RNA层面上面 所以我们对于RNA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绝大部分的测序仪 是不能直接测RNA的 尤其是所有的二代测序仪是没有办法直接测RNA的 三代的话呢 有可能 09年的时候就发表了Helikos测序仪 它直接测RNA 因为大家回想一下Helikos测序仪的原理 就是一个DNA是吧 粘在这个片子上面之后 然后DNA聚合酶 然后往上进行合成 如果我们把这个粘上去的这个片段 变成RNA 然后把这个酶换成反转物酶 于是一样可以往上合成 就可以达到这个直接测RNA的原理 但是由于Helikos测序仪 它的它有什么样的缺点呢 所有三代的都是错误率高 对吧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 赌场很短 Helikos测序仪的这个赌场有多少 破产之前 他们的赌场也就迟到了35个样子 因此 这种方法是不限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测RNA的话 都是先通过反转物 把它反转物成DNA之后 然后再来测 那么 最常见的这个应用就是转物科学 我们看基因的表达量 因为在RNA层面上面 我们比较多的关注 主要是关注它的表达量 而并不是它的剪辑 什么样子 由于存在反转物这一步 反转物媒本身的保证性 是比那个DNA聚合酶要差很多的 反转物媒本身就可以带进2.5% 那这个比DNA聚合酶 动辄是 如果你的这个错误率是在千分之一 那就已经算是很差的 那个DNA聚合酶了 像高板准聚合酶 PFU那种系统的话 它的错误率是可以到十万分之一以下 甚至在百万分之一 而反转物媒只有2.5%的错误率 所以说错误率高 就导致了什么呢 就导致了你想在RNA层面 直接看突变 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或者说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假阳性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首要关注的目标 那就是RNA表量 同样的一个基因 同样的基因 通常来讲 在基因组上面 一般都是单号位的 大家都一样 到了RNA这个层级上面 那就是可以天差地别了 那么在一个真核生物里面 这个RNA的这个动态范围 人最高的比较最低的 一般来说都有六个数量集合 就是相差可以达到100万 100万倍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我们通过测序 我们想要去分析它的表量 那么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把这个RNA打断 然后就翻转路了 然后打断 然后测序得到一大微REASE 然后我们把这些REASE 这个基因组上 或者转组参考序列上进行比对 比对完完之后 我们要算什么呢 通常来讲 我们是要看的是 看的是这个REASE的密度 好比方说 这里有个基因1和基因2 这两个基因呢 长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测到了相同数量的REASE 我们把它往上堆 相同数量的REASE往上堆 那么很显然 短的那个基因 如果说拿到相同数量的REASE 会追高一些 对不对 那么 从这个上面来看 那么肯定是基因1的 这个表达量较高一些 所以呢 影响这个REASE的 在某个基因上堆REASE的密度 还有几个条件呢 几个营养因素呢 一个是我拿到了多少的REASE 对吧 有多少个REASE的密度上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基因的长度 对吧 长度越短 那么REASE就越容易追得高 所以呢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我们 我们就是用一个 概念叫rpm 来进行rm的定量 这个rpm rpm的这个 它的全称是什么 REASE per kilobase per millionREASE rease per kilobase per millionREASE 也就是说 假设我这一次测序 我总共拿到了100万个REASE 然后 我算 这个 每个基因 每KB的长度上面 Mapping了多少个REASE 用这个方式 来进行规划 就可以得到 这个基因的 它的表达量 所以它等于什么呢 这个 等于REASE 乘以 RASE 除以长度 然后 分母上面还有一个 总REASE 数 然后乘以 19 因为 pilobase miniREASE 所以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1000的 然后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100万的 所以是 三十方乘以 十的六十方 于是十 十的九十万 所以说 某个基因的 它的REASE 数 除以这个基因的长度 还要除以这个 总共拿到了多少REASE 我测试 我测试 比较强一点 我拿到了 总REASE数多 那我当然 分到每一个基因的REASE数据会多一些 然后呢 事实上 我们通常来讲 在大家做实验的时候 都是拿着一堆细胞 打到RNA提了 然后呢 拿出RPCR 或者说先进一点我们做测试等等等等 但是 细胞类的 由于细胞很小 所以它有很多的基因的表达 是有 长落的这个问题的 就是有的基因里面 有的细胞 它是这样表达的 有的细胞 是那样表达的 同样看起来 你在显微镜下 看起来 可能这些细胞都长得差不多 但事实上 它们每一个 转入组 是不一样的 那么 这是一个例子 这个呢 像这种 这种研究 属于现在比较火的 单细胞测序 大家要注意啊 单细胞测序跟低量测序 是有本质区别的 低量测序 我们可以说 低量测序是 我的这个 起始量非常非常地少 可以少到只有一个细胞 甚至半个细胞 把RM也 非常非常少的量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核酸是可以扩增的 我们可以把它扩增出来 当然有扩增的 扩增会带来扩增的问题 比方说 它转入越会升高 它的那个 会出现马赛效应 就是高表达的基因 测的越多 然后低表达的基因 很难测 这些都是 克温的问题 但是呢 这些问题是有办法去减轻的 没办法完全病免 但是可以有办法减轻的 但是单细胞测序 跟低量测序是不一样的 单细胞测序 这个东西 我们 顾名思义的话就错了 单细胞测序 顾名思义的话 当然就是测单个细胞 很多人把这个单细胞测序认为 是和低量测序没有区别的 只不过你多测几个细胞而已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单细胞测序 是什么 一坨组织 或者一堆细胞 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我想要 在里面去分群 这些细胞里面 它可能分成了好多个亚群 就好像说 这个在座的大家都是人 是吧 看起来 看起来都差不多 但是呢 事实上 大家下课之后 就很明显地看到 某些同学和某些同学 会玩到一起去 然后另外的一些同学 玩不到一起去 个性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为了能够看到 这个群体中的分群的现象 所以我们要测很多很多的细胞 每个细胞的这个转入组合 要去测 但是我不用测它很深 不用把这个细胞里面 所有的这个可以表达的基因 全都测出来 我只要测它的那些 比较高表达的基因 就可以了 因为高表达的基因 它是最能代表这个 最能代表这个细胞的一些特性 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是一个研究 15年发表在摄像上面一个研究 它是测了 它是测了这个2730个单细胞 每个单细胞呢 它实际上只测了3000多个基因 出来 我们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概念 大概的概念 是一个人的细胞 通常会有大约1万个左右的基因 是在表达的 那么它 这个意思是它的表达量 会在单拷贝以上 就是一个细胞里面至少有一个copy 在一个表达量上面 那么1万个基因里面 它只测到3000多个基因 就足够分群了 那么这个研究的背景 是造血细胞的红系分化 比如造血细胞如何一步一步分化成红细胞 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在大家的细胞生物学课上面 我们应该都学过 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中间有很多很多步 在教科书上面 通常来讲 会给你列好几个步骤 对不对 这个是通过细胞的形态 一些细胞生物学上的一些marker等等 去看它标记的 但事实上 我们如果把这一堆的细胞 拿来进单细胞测序的话 就会发现中间它会明显的分成19群 比如说它中间的这个转换的这个步骤 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然后每一群 我们可以看见每一群 它的高表达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你看到这个pattern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每一群内部 是很相似的 像这种规模的计算呢 在我们这个课上面 其实一点都不算大 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小规模的 这么一个计算 那么曾经有一年的这个情谋考试的话 就是考这样一个巨类 就是给大家一堆数据 数据的数据 然后让大家分析 然后去巨类 看看能分多少类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也属于这种大数据的处理了 我们后面会一步步的讲到 我们去做这样的分析 好 那么rn的世界 当然远远比这个要复杂 在整个生物里面 会有可别剪切的情况 对吧 剪切变体 这个大家都学过 那么 剪切变体 在某些生物学的 或者是疾病的这种 context 之下 它是比较重要的 有的时候呢 有很多那个罕见病 就是特别奇怪的那种病 它是由某个关键基因的 剪切发生的问题来导致的 而这个剪切发生的问题 如果是作为一个比较长期的 像遗传病这种 级别的这个病的话 通常来讲都是发生在 DNA层面上的 比方说它的剪切点的地方 剪切发生的突变 那么这个时候会感染到 它的剪切 剪切不一样 同一个基因的剪切不一样 那出来蛋白质也不一样 于是的话功能也是不一样的 剪切呢 那这个情况在人里面 其实不算特别的普遍 人里面大概就是 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因 是同学们发生过有剪切变迹 并且呢 剪切变迹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并不重要 所以我们通常来讲 在人里面做研究呢 它的这个 在人里面做研究 通常来讲 我们是不考虑它的剪切变迹 也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 某个基因的所有剪切变迹 我们是把它 胡子变化 一把刷 把它定量就可以了 但是在某些其他的 这个物种里面 剪切的状况 会比较的明显 像水稻 尤其是植物 这是一篇做水稻的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 某些基因 它是会有不同的剪切变迹的 不同的剪切变迹 像这个红的这个外线子 可以这个红的外线子和这个红的外线子 拼在一起 做一个剪切变迹 然后还可以红的这个外线子完了之后 跳到这个绿色的这个部分开始 往下 这又是一个剪切变迹 当然从瑞子的秘录上来讲 你可以 有一定的区分 但是呢 并不总是这么理想化 呃 我们要想真正确证一个剪切变迹的话 我们需要找到这种 跨剪切点的瑞子 看到没有 跨剪切点的瑞子 找到跨剪切点的瑞子的话 你才能确证这个剪切事件的发生 但是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 二代色区 由于它的这个儒长是很短的 因此呢 我们只能说 找到某一个剪切点 它不能解决 剪切点之间的 这个排列组合的问题 比方说我有十个 十个这个外线子 那么可能 一二四五 这么拼起来是一个 然后 一二三四拼起来是一个 那么 那么 这些 我们只 只可能说去检测 它的 某个剪切点 我确认这个剪切点有还是没有 当地测试度足够高的时候 你是可以这样看 可以看到的 当然假设 也算法也没有问题 但是 如果想要知道 剪切点之间的排列组合的话 二代色区是 没办法 或者说其实准确来讲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你想去这么做的话 是非常麻烦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些文献 是也有人这么做的 非常非常麻烦 最好的方法 是一趟这个时候 就看到了三代测序的优势了 我们由于三代测序的话 它的那个赌场很长 我可以直接从头往后测 测到尾 虽然它错误率很高 但是呢 我如果知道 事先知道 有哪些可能的剪切事件的话呢 它那个外线字 我还是大致可以标明出来的 它错误率 是17嘛 对不对 但是我其他部分 它正确的部分 我进行blast的时候 我是可以 我是可以来进行大致的区分的 所以说它的大致的这个 剪切的 外线字的排列组合的状况 我是可以知道的 好 这是看剪切 然后呢 另外一个方面的这个测序呢 就是 MicroRNA MicroRNA的测序 MicroRNA大家这个 特别上面也学过 它是一类 调控性的小RNA 乘数的MicroRNA呢 通常的长度 是在17到25个阶级 很短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 仅仅是简单的 把这个细胞里面的 17到25这一段的 小的RNA 全部切出来 然后进入测序 之后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找到 几乎所有的RNA的片段 都 都可以在这个Fresh里面取手 为什么 因为RNA它会降解的 对不对 它合成出来之后 它总有一天会降解 降解它就有降解的过程 它会从长的RNA 管理什么RNA 从长的RNA 从长的转线转线的 然后再把这个短线的 彻底的 彻底的 彻底下 对吧 所以它总可以在 17到25这个阶段上 它会停留一下下 于是 这个就很难去断定它究竟是不是macul na了 对吧 那这个情况是可以怎么样去判断的 我们说一个真正的macul na 它的形成并不是随机的 首先转录出来是一个pritemacul na 它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东西 它有很多个结构 然后经过dresser这个酶的处理之后 切出来这样一个静环的结构 成为treemacul na 然后从盒里面转运出来到包厢里面 经过dresser酶的处理 然后只剩下一边被保留下来 另外一边是被降解掉了 那么这一边被保留下来的这个 就是成熟了macul na 它是可以发挥功能的 这是可以发挥功能的 好 那么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发现 并不是所有的rm片段 都是可以成为macul na的 那么它必须经过这样一个 用目的的处理过程 才能够成为真正的macul na 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去检测 真正可以成为macul na的这些东西 那怎么办呢 由于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个过程 也就是这样一个静环 这个premacul na 和最后有功能的macul na 之间成熟macul na 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是一边保留另外一边降解 于是呢我可以测定 这个premacul na的 这个范围内的核酸 大概是七十几个 剪辑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 我把它切出来进行测序 好 如果是一个真的macul na 它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是我把这个七十几个 剪辑的这个部分 测去测出来之后 我可以通过这个算法 我可以去预测 它是否会形成这样一个 静环结构 对吧 它这里有这个剪辑的 配对的这个 反向配对的这样的状况 这个是可以通过这个算法 去来解决的 macul na 里面 直接有这样的运营 直接可以去预测 那个 直接可以去预测 一个核酸的 它的这个 如果它是个rk序列的话 那么它是否会有这样的 一结构 它的能量水果上 都是可以算出来的 好 那么如果这是一个真的的话 那么最后呢 我在测了这些短的片段 17到25的片段的之后 我把这个短的片段 往长的这个片段上面 进去mapping的话 我会发现 成熟的macul na 它会堆 一边堆的很多 另外一边堆的很少 对不对 因为这边都被降解了嘛 这边被降解了 然后这边是层出的 它属于它会保留时间 比较长一点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会一边堆的多 一边堆的小 那么这一个范围内 70几个 70几个的这个范围之内 还有很多的这个 额 核酸 它是属于rm降解的 中间产物 对不对 它也有可能 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二重 但是如果它是个假的 它不是macul rm 那么它不会经过 dicell的这个processing 不会有这么一个 特异性的过程 特异性的降解 它们一边 所以呢 它会随机的进行 继续的降解 然后变成这个 转的片段 那于是我们在堆 堆reads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短的片段 长的片段 像matin的之后 堆reads我们会发现 一边堆的 和另外一边是差不多的 对吧 那么这 用这种方法的话 我们就可以 去发现 有哪些macul rm 它是真的macul rm 有哪些是假的 那么目前 大家去看这个数据库 比如说mea base 那这种数据库里面 我们会看到 人里面的这个macul rm 编号已经到了8000多了 也就是至少有8000多种 macul rm 是被发现了 而在这种技术出现之前 大海人民也就是 通过传统的方法 也只知道 大概不到3000种 这个macul rm 所以说 用这种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大规模去 塞那些 还不知道功能的 这些macul rm 我们去塞到 塞到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慢慢地去 一个都去做这些功能 对不对 而且呢 用这种方法 我们会发现实际上 是在一个样题里面 我测两次去 一次呢 是测7次起的 一次是测17到25 然后呢 用这两个数据之间 进行对比 因此 事实上 我没有必要知道 这个物种的经济区序 对不对 我根本不需要是知道了 所以说 用这种方法 你可以很方便地 去 在任何物种里面 去找它的macul rm 都是非常好 那么这个例子 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例子 稍微给大家讲厚一点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是前期的实验的设计 和后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信息学的分析之间 是要打通 要通常考虑的 因为信息学 这种计算的方式 它无法告诉你 某一个短片段的rm 它是不是macul rm 对吧 信息学上 它没办法告诉你的这一点 所以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去通过我们的生物学知识 来进行合理的 一个实验的方式 获得了 获得这个 precmacul rm的 这一段的信息 之后 来进行一个总统判断 因此 在现在的话 如果说 大家去看过 我们在一二年的时候 开始讲 讲这门课的时候 会讲 要多的是 大家是怎么去处理 那么后来 这个课 越发展 越发展到后来 越是 大家动手的 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现在的软件 越来越发达 你经常有个概念 之后 很多的事情 是一件解决的 但是计算机 永远无法带出你的 生物学 它的背景知识 如果你的实验设计 不靠谱 最后 出来的结果 你算出来的结果 也就不好 也就不靠谱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这门课 越来越多的 强调的是 同学们的 这个 策略设计 只有 方向总队 你后面 你才可能 去 计算区 去得出一个 可靠的结果 好了 那么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 RNA准备 这些都 怎么说呢 测起来 其实都大同巧遇 然后更多的是 你怎么对它的 生物学过程 进行解释 那么 这里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是 翻译组学 翻译组测学 这样一个 因为翻译组测学 在大家 在这个课本上面 是基本上 没有看到的 对吧 这个 翻译组测学 整个 这个里面 也就是 基本上都是我回国之后 在其他这里 找出来了 所以呢 目前是 我们这里是 全世界 做翻译组学的研究的 最强的地方 没有之一 翻译 过程 大家都知道 从mRNA到蛋白质 这样一个过程 它对生命活动 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仅是 合成蛋白质 啊 传统上面 大家对翻译 实际上 这个过程 都是低估了 它的重要性 因为都觉得 我有mRNA 我翻译出来就好了 对吧 挺多说翻译多一点 翻译得少一点 然后大家总会觉得 我的mRNA多了 我的这个蛋白质 就一定会多一点 对 那实际上病毒是这样的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翻译过程 比较重要的是 两个部分 一个是鞋血液选 就是翻译起始 再一个是翻译延伸 那么 翻译起始是 核档体先要上去 对吧 核档体要上去 开始翻译 然后翻译延伸 就是核档体在上面 走走走走走 然后弄出个蛋白质 这其中 比较关键的一点 是这个 RNCMRNA 也就是正在翻译的 对它自己 直接的研究 是翻译组学的核心 那么 因为我们这 我们发现这一步的话 这个RNCM 实际上是可以 区分这两个阶段的 所以 我们对它的进行 进行一个研究呢 会 会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 总的来讲 实际上这个 翻译组学 范畴是很大的 没有办法给大家 在很快的 这么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进行介绍 把它全都介绍得很仔细 所以我们直接是搞 把一些这个 结论性的东西 直接给大家 先给出来 那么这个INTIATION 这个阶段 它主要是什么呢 这个 决定了 尤其在真核生物里面 它是决定了 蛋白质合成量的 过程 因为在真核生物里面 翻译的限速步骤 主要是在翻译起始阶段 所以 这一步 其实这一个阶段 是快还是慢 是效率是高是低 就会决定到 你的蛋白质的生成量 和增量的分量是多少 然后呢 翻译延伸这一个部分 它延伸的快或者慢 只要你的这个核档体 中间不掉下来 当然就是核档体 中间跑了一半 掉下来的这种情况 必须是少数 对吧 必须是少数 绝大部分的核档体 还是能够 这个这个 慢慢慢慢地翻译完的 那么 它的延伸的速率 是快是慢 其实并不影响 最后的总产量 对吧 大家可以想想看 就像那个 那个 一个汽车胜线一样 你 你每分钟 丢进去多少辆车的这个量 然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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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产线就那里运转 运转的快或者运转的慢 当它到了一个稳态的时候 最终我们会在生产线末 当中 会看到 因为每分钟出来多少辆车 对不对 所以说 翻译的延伸速率是快是慢是不 它是并不影响蛋白这个产量的 但是它会影响到什么 蛋白质的 质量 就像一个汽车散展线一样的 它本来有一个雇名速度 如果说你把它开得太快了 那么它的组装智能变而下降 对不对 然后出来的车 虽然看起来还是那么回事 但你开起来就可能不是那么回事了 然后呢 于是来讲的话 这是我们那个结论性的话 就是initiation主要是决定 它主要是决定蛋白质的合成量 而这个 翻译延伸会决定蛋白质合成的质量 那么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翻译趋势这个里面 我们在高中都学过 中心法则 DNA上编码的新信息 必须经过转路上的mRNA 然后mRNA就会翻译变成大白质 那么从mRNA到蛋白质之前 应该是有某种程度的 因量关系 对不对 非常intuitive的想法 我们的mRNA越多 那么蛋白质应该越多 但事实上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有各种的研究都表明在各种物种里面 从气局到人 各种物种里面 mRNA和蛋白质的量之间 是 它的相方性很弱的 r平方和0.01到0.4 是很弱的 也就是说 转路量 和这个蛋白质的量之间 事实上并没有一个 必然的联系 可以这样讲 也就是说转路的 这个r平方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能够解释 那个variation 反正多少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转路的量 只能解释 蛋白质量的 1%到40% 绝大部分的 这个蛋白质的量 是没有办法 通过这种方式 来进行解释的 跟这个mRNA的量 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翻译条文 在里面 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 对不对 因此从 2001年开始 就有人 写了一篇中述文 如果我们能够直接研究 正在翻译中的mRNA 那就是 那将现在解好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但是问题 问题在于哪里呢 问题在于 You can do up 对吧 你想 想到这些都可以想啊 大家都知道 这个翻译很重要啊 问题是 你谁能把它全局性的测出来呢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于是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 首先是把这个 翻译组给测出来 直接测出来 怎么测呢 我们 通常的mRNA的测许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把这个细胞里面 这个mRNA拿出来 在深刻细胞里面 通常是一些 成熟体的mRNA 它是有 玻璃A维发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玻璃A把它抓出来 就行了 然后测去 RNC这个测许 呢 这个翻译中的mRNA的测许 那些多了一步 这个地方要加一步 就是要把那些正在翻译的东西 给拿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RNC 这个部分也拿出来 RNC是什么 Roxone Mason Chain Complex 这个东西拿出来 然后把核上体拿掉 把中间这些mRNA拿出来 它们就是正在翻译的mRNA 对不对 然后再测许 我们就发现的话 这两个测许之间 它们 基因之间的这个比例 可以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的基因翻译的是 比较活跃的 有的基因翻译的 比较不活跃的 所以说 这个方式测出来的是 全场的 全场的翻译中的mRNA 我们把这种 我们把这种测许的方式称为RNC 好了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测了这个 直接能够测到翻译中的mRNA之后 它能够解决这个 中心法则里面的这个定量化的问题呢 我们发现其实并不能 并不能直接解决 并不能直接解决 这个是mRNA 这个是蛋白质 那么这是肺癌细胞和肺正常细胞 所以A549块 HPE的它的一个笔值 都是笔值 笔值我们就发现 mRNA大质之间的相关性是0.37 r平方式0.37 如果把这个同坐标换成了 这个正在翻译的这个RNC RNC RNC 这个量化 我们会发现了R平方式0.31 好像还差了一点 那么是不是说 这个翻译就不重要了呢 并不是的 因为翻译中间 它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它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就是mRNA的长度 mRNA的长度 会影响它的翻译效率 所以如果我们把mRNA的长度也考虑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 这个 这是 翻译量 然后RNC的长度 然后 然后G轴是蛋白质的量 三者之间是有一个三元的相关关系的 这个相关关系好在什么情况呢 R平方0.94 基本上是可以完美的解决 那么这个 这些点都是在空间中的 然后呢 这些空间中的点是在 会拟合在一个平面上的 一个平面的两边的 那么我们这个调 这个 这个试点调的 就正好是在这个平面上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平面上面看过去的话 所有这些空间上的点是正好是分布在 这个平面的两侧的 均匀分布的 所以 与长度是有关的 与长度是有关的 但是呢 你长度和这个转路有没有关系啊 理论上有关系实际上是没关系的 我们就用实际的这个数据去做了一下 发现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话 那你就不能把它加进这个多元相关的这种关系里去 所以说 转路的话 你还是只能在这个二维上看 那么它还是跟连弹器 还是跟连弹器 那么 这个 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三元的相关关系 就 解决了 从 M2来到蛋白质之间的这个定量关系 这个问题 那么在 这是两个细胞 刚才我们看到这两个细胞之间的相对量 那么在一个细胞内的绝对量的话 这是HELA细胞的这个 单个细胞内的绝对量 也是服从这样的关系 当然R频道会稍微差一点 0.85 但也不是很差的 所以说 如果你知道RNC的这个量 还有你知道这个长度 MRN的长度 这两个都知道的话 你可以推算出这个蛋白质的量来 也就是说 1958年 Critic提出定性化的中心法则 在它之后 55年 我们把这个中心法则推进到一个定量化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上去 就算是生物 生物学基础理论的这一个 大的一个突破 那么研究 这个 正在翻译的MRN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叫做Rubison Profiling 这个其实是比较早的 比较早开始 比较早出来的一种用方式 最开始的时候呢 是我们 我在德国的时候 我们实验室和 那个 Jonathan Meissman的 实验室是同步在演化 其实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在 他们在搞这个事 不过他们搞得比我们快一点 所以呢 他们 先发表了 然后我一直就 这么多年龄一直压着我们打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文章 只要是到了他们手上 就是肯定被逼的 肯定不让我们发来 那么 这个 Rubison Profiling 这个技术 它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刚才说了 RNCC 它是首先把这个 全场的 这个翻译的 这个东西 全部弄出来 一个MRN这么长 上面挂了一个 或者多个字 把它全都弄出来 但是想把它这个 完整的弄出来 是一些很困难的事情 大家有 有同学在实验室里面 做过RNCC 对不对 最怕什么呢 降解 对不对 RNX 那是无处不在的 尤其是在咱们南方 南方就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花粉特别多 花粉里面有很强的RNX 而且你很难把它干掉 我们的这个皮肤上面 然后包括我们 口皮屑 唾液 这些里面 通通都有大量的RNX 大家知道这为什么吗 因为这是生物体的一种防御机制 有很多RNX病毒外 对不对 如果我到处都有RNX 我的体表 我的这个血液里面 有大量的RNX 那么 病毒来了 我就给它降起来 来了就给它降起来 那我就很安全 对不对 这是一个防御机制 所以说RNX是无处不在的 你像这个一个链垫这么长 上面它挂两个大铁锅子 对吧 那个核当铁很大的 离心下来的过程中间 是非常非常容易降起 并且还降 这条密度T字里面 那么大一个档子 你要加RNX抑制剂 你是加不起的 那个EUV生都是 EUV生都是上百 上百块钱的 你要减 这个你要加这么多的量 是基本上是加不起的 并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就算你吐好 你加很多RNX抑制剂 那么RNX抑制剂 并不能抑制 所有的RNX抑制剂 总体是奇葩的 RNX抑制剂的抑制剂量 然后它会改变 它的折胎密度 让你这个离心效果变差 这些都不算 就算你把所有的RNX全部干掉 机械力 这个过程中的机械损伤 也会把这个正在翻译的MRNX抑制剂 就像一个面条上面刮几个铁脖子 然后你要牵挡它走 是吧 这很容易把它扯断了 所以说 像这些技术 难关 如果这么好解决的话 人家01年起出来 全世界的科学都在努力 为什么之前人们没搞出来呢 为什么就轮到我们呢 就是因为别人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那我们实验室为什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实验室比较变淡 在我们实验室的学生都有 都有一个考课要求 就是进来之后 三个月之后 必须要通过一项考课 就是你拿吹套法 体育馆 总RNA 这个很简单 但是全程不准用RNA自己自己 提完了之后 桌上放一晚上 第二天跑掉 要求能够做到不降进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你们能不能做到 在你们实验室里 你可以试一下 你们能不能做到这个 如果有降进 不大 因为 如果没有这种捷径程度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做 这个欢迎所的实验 做出来一定是降级掉 一定降级掉 当然我们实验室所有的人 都能够到这个 另外就是实验室的 在你们的布置 也是很有讲究的 如果去过我们920实验室的人 都会觉得 哎 你们这个实验室怎么好脏乱差 事实上我们那里面的 每个实验台面的摆放的 摆放的地方 然后它做多高 我们的实验的风趣 看起来是不经意的 实则 每一个细节 都是经过进行机 模拟出来的 所以说 魔鬼的细节 就是这些细节的地方 你只有说都做好了 你才可以做到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 做Ribos 别的实验室 一般来讲是很难做到这一点 基本上不太可 那么 在这个分体RNC的过程中间 这个 MRNA 要么是被 容易被降解 要么是容易被扯断 那好了 既然如此 我干脆做得更绝一点 我就自己往里面加点RNS 我把 当然这个RNS 不太强 就把这些没有核氧体覆盖的片段都降解掉 因为这个是很脆弱的 这些片段是很脆弱的 所以说它很容易被降解掉 好 降解掉 有核氧体覆盖的地方都比较难降解 于是就得到了这些东西 这样的东西 然后把这个核氧体把它拿掉 剩下的都是这中间的一些小片段 对不对 小片段 然后把它们进去结果社区 然后进去分析 之后我们就会看到 这一些地方 那么理论上来讲 每一个这种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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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个核氧体 都代表一个核氧体 所以说分析这种 分析这种核氧体足迹 RNSFootprint 简单RNS 我们可以看到 哪些地方是在翻译 哪个地方是没有翻译的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两个可能的起始位点 前面这个起始位点 是很少的 很少的翻译量 那这个地方多 所以说我们就发现 这个地方的这个 是有一个翻译期始 那么在某些 某些区段上面 会有一些翻译期始 并不是从AUG的地方开始 大家在学分子中学的时候 都是学过 翻译期始通常从AUG开始 对不对 但是大概在这个细菌里面 会有10%的翻译期始的事件 是从这个GUG开始 并不是从AUG开始 在这样的生物里面 也同样存在的 极少量不到1%的这样的事件 是在非AUG期始 它们照样可以翻译出 一些短态或者是蛋白质 甚至是大的蛋白质 这都是有的 好 那么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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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